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基本的勇气 对方推过来的时候 是问我们的问题 我们大致感觉跟反应 念工是要人家推我们的 现在才是推手 推手的时候最重要是 虚实分清 坐腿就是坐腿 坐腿这个是虚 这个是实 公腿嘛 前面是实 后腿是实 虚实分清 不雕不顶 这是一般太极传书里面都提的 江南垂活 不雕顶 你现在练功 练好功了 腰腿功夫有了 我们才去用 似敬似余 要是累了 伤部 换一个脚 一坐 一公 就是 伺定伺余的基本推手 第一种是原推手 什么是原推手 我做了给你看 刚是四进碎鱼 现在是七年的原的 为什么咱们要 是手扣着 免去 拖拉 就是纯是 十年的功夫 现在这种是连环的原推手 主要像跟四进碎鱼的原理一样 不过那个动作是 就打穿子 转个方向 主要也是说 说 将来 垂活 不雕顶 念感觉 念反应 也是要 也是要叙事分清 不顶 不雕 现在咱们是 念功 我们这手 不打开 为什么呢 免去是 拖拉 就是 纯是 今年的功夫 拖拉 何年 忍不 一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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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念 准退步 基本上 跟其他缺手一样的原理 不过我们念步法了 步法推手主要是 拿自己的体重 怎么去平衡 在一个动作里面 再一个动作 再一个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